昨天晚上八名受委上议员的人选名单揭晓 并在今天下午两点钟宣誓出任上议员 下午一宣誓完毕 其中五位上议员就风尘仆仆 陆续赶往国家皇宫 宣誓出任政府部长的职务 那在五位上议员当中 最意外的报道用暴冷来形容他入阁的是 新学会主席瓦塔穆迪 瓦塔穆迪受委为首相署部长 掌管团结事与社会扶植 那另外四名受委副部长的上议员 包括柔佛州行动党主席刘振东 受委为国防部长墨沙部的副手 成为大马第一位华裔国防部副部长 那至于成建党的拉尔巴林 担任房地部副部长 土著团结党的拉兹 担任经济部副部长 同样也是土著团结党的马祖基 则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五位上议员瓦塔穆迪 马祖基 拉兹 拉尔巴林 以及刘振东 在首相马迪与夫人西蒂哈斯玛 副首相王阿兹沙旺杰等人的见证之下 在国家元首面前宣誓出任 部长和副部长的职位 随着最新一批内阁成员 宣誓就职也代表着 希望联盟完整的内阁名单 正式出炉